雷达财经出品文 乐华娱乐中途变卦的原因之一 是乐华娱乐留给资本市场的想象空间有限 因此市场给出的估值不及预期 之所以外界对乐华娱乐抱有的期待有限 很大程度上与其艺人管理业务占据营收九成以上比重 该业务又较为依赖公司头部艺人的现状有关 在此背景之下 乐华娱乐能否长期留住王一博 以及能否再打造更多的王一博 变成了外界十分关注的话题 此番再度冲刺港股 乐华娱乐能否成功拿下艺人经济第一股的称号 手握一票艺人的乐华娱乐 又能否再造下一个王一博 雷达财经将持续关注